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广传庆域医生所著的《最大化大脑性能的饮食》这本书。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引发大脑炎症,让思维变得迟钝的食物。 第二,能够预防认知症,最大化大脑性能的食物。 首先是第一部分,引发大脑炎症,让思维变得迟钝的食物。 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合理选择食物与饮食方法,最大化大脑的性能。 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些引发大脑炎症,让思维迅速变得迟钝的食物。 即使您摄取了多么优质的食材或遵循了良好的饮食方式, 但如果您同时吃了这些不良的食物,依然会加速身体和大脑的老化。 炎症问题也难以避免。 那么本书中提到的需要完全避免的食物有哪些呢? 答案是,糖分和劣质的油脂。 作者指出,这两种食物是导致大脑炎症和思维迟钝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糖分。 它会引发糖化反应。 在体内产生晚期糖基化中末产物,AGES。 这些物质会在体内多个部位引发炎症,加速人体的衰老。 这种炎症还会导致体内的蛋白质发生糖化反应, 进而引发炎症到糖化反复的恶性循环。 因此,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尤为重要。 此外,摄入过多的劣质油脂,特别是Omega-6脂肪酸, 也会引发炎症。 大家可能对这种脂肪酸有所了解。 它广泛存在于色拉油等油脂中。 现代人的饮食中摄入的Omega-6常常过量。 它会激活白细胞。 白细胞作为免疫细胞,负责抵御外来的侵害。 从增强免疫力的角度来看,激活白细胞并非一件坏事。 事实上,炎症是白细胞抵抗外界攻击的反应。 白细胞和炎症本身并不是有害的。 然而,当炎症状态持续成为慢性问题时, 问题就随之而来。 尤其是当Omega-6摄入过多时, 白细胞可能会过度活跃。 不仅攻击自身的细胞, 还会在某些部位引发长期炎症, 导致慢性炎症并加速人体的衰老。 因此虽然适量的Omega-6是必要的, 但过量摄入是极其不利的。 在作者的诊所中, 为了检测认知症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 通常会进行CRP-C反应蛋白测试。 令人意外的是, 很多人的CRP数值远高于正常范围。 这表明体内存在长期的轻微慢性炎症。 研究表明, 这种慢性炎症可能会加速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 甚至有人提出假说, 认为大脑中的炎症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 如果体内的炎症水平持续升高,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慢性炎症还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 动脉硬化实质上是血管老化的表现, 最终会导致全身衰老。 如果想保持年轻, 血管的健康尤为关键。 而高炎症水平的人, 血管老化的速度会更快。 过量摄入劣质油脂会引发炎症, 炎症又会加速动脉硬化, 最终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在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不可逆的损害之前, 减少劣质油脂的摄入是第一步。 可能有的人会问, 摄入碳水化合物的适量值是多少呢? 作者建议, 每天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大约相当于半碗米饭, 约30克。 听到这个数字,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惊讶, 这么少? 真的够吗?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也有过同样的疑问, 但作者接下来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说明了为什么每天只需摄入约30克碳水化合物, 以及这一建议的依据。 大家或许听说过健康饮食中的PFC平衡, 即蛋白质占20%, 脂肪占20%, 碳水化合物占60%, 然而作者指出, 这种传统的PFC平衡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研究显示, 遵循这种比例的饮食者中, 糖尿病的发生率有所上升, 表明按照这种平衡, 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可能过多。 因此, 作者提出了一种更适合人体的营养平衡。 蛋白质占30%, 脂肪占60%, 碳水化合物占10%的旧式气时代饮食模式。 也就是说, 现今普遍接受的营养平衡中,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过高, 而脂肪摄入量则不足。 虽然一般认为,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 很多人担心, 如果不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身体会因缺乏能量而无法正常运作。 的确, 大脑消耗了人体20%的总能量, 并且通常被认为只能使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 因此, 大家长期以来都认为, 碳水化合物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 然而, 事实证明, 这种观点存在着误区。 当人体处于饥饿或能量不足的状态时, 体内会自然生成一种叫做同体的物质, 用作能量的来源。 虽然我们常说, 大脑只能利用葡萄糖作为能量, 但实际上, 同体也能为大脑提供能量。 当人体进入, 以同体为能量来源的状态时, 这被称为同症状态。 维持这种同症状态对健康至关重要。 比如, 研究发现, 胎儿和牺牲儿的血液中还有较高的同体,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表明, 人类从出生起就以同体代谢为主要能量来源。 此外, 同症饮食还广泛应用于男智性癫症患者的治疗中。 作者强调, 通过进入同体代谢状态, 人体将获得诸多健康益处。 那么, 为什么身体进入同体代谢状态时会带来许多好处呢? 这与人类的早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大约600万年前, 营长类动物开始出现。 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主, 主要以猎物和果实为食。 在这个时期, 糖类的供应非常稀缺。 因此, 人类的饮食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 保持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人类能够充足摄取糖类的时期, 实际上是在农业开始之后。 这在历史上是相对较短的时间。 相较之下, 狩猎采集的时代持续了很久。 以日本为例, 约在2300年前的弥生时代, 从大陆揣入了水田稻作。 这标志着农业的开始。 因此, 在2300年前, 日本人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农业历史不过2300年。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人能够吃到饱饭的生活方式, 可能也只是战后才实现的。 战后, 百米的供应充足。 但与此同时, 日本的糖尿病患者也随之急剧增加。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战后,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延长是因为百米的充足供应。 然而, 作者指出, 这并非百米的功劳。 实际上, 寿命的延长主要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 预防医疗的推广和医疗系统的发展, 以及更多蛋白质的摄入。 因此, 从长远的人类历史来看, 高糖饮食即使远离了人类原有的饮食平衡。 狩猎采集的旧式气时代饮食, 更符合人类身体和大脑的需求。 基于这些, 作者提倡, 减少面包和米饭等含糖量高的食物, 尤其是小麦, 对大脑和身体有负面影响, 因为它会显著影响血糖水平。 精致的小麦制品比米饭会更快升高血糖, 血糖的剧烈波动可能会损伤血管, 甚至引发动脉硬化。 这种情况在食用小麦时尤为明显。 此外, 小麦中含有的骨蛋白、 肤质, 虽然提升了食物的口感, 但其粘性会使消化变得困难。 容易引发肠道粘膜的炎症。 这种炎症成为肠漏综合症, 会导致肠道内物质的异常渗漏, 从而引发各种健康问题。 许多人在食用小麦后感到负胀或思维迟钝。 这实际上是肠道环境恶化的表现。 肠道环境的恶化还会减少血清素等重要激素的生成, 导致思维的迟钝。 作者发现, 进行糖类限制的患者在心理测试中的表现, 由于未进行限制的患者。 因此, 建议大家可以从戒除小麦开始, 逐步尝试减少糖类的摄入。 那么, 为什么过量摄入糖类对身体健康有害呢? 当摄入的糖类超过身体的能量需求时, 血液中的多余糖类会转化为中性脂肪, 或晚期糖基化中末产物, AGES。AGES是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生成的物质, 可以理解为身体的交化。 糖化、氧化和炎症被称为加速衰老的三大因素。 而糖化会引发动脉硬化并损伤血管。 正如俗话所说, 人是随着血管一起衰老的, 因此防止血管的老化至关重要。 作者指出, 尽管人体每日需要180克的糖类, 但其中的150克是由肝脏自行合成的, 因此从食物中仅需摄取30克糖类就足够了。 这相当于半碗米饭的量。 如果超过这个量, 身体内多余的糖类将转化为中性脂肪储存起来。 请大家牢记这一点, 重新审视自己的糖类摄入量吧。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能够预防认知症, 最大化大脑性能的食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下脂质的作用。 正如第一部分所强调的, 务必避免过量摄入Omega-6脂肪酸, 应该有意识地摄取优质的油脂。 那么为什么优质油脂如此重要呢? 这是因为, 它们能够促进同体的代谢。 许多人可能认为摄取油脂会导致身体的肥胖, 但实际上, 人体会将多余的油脂排出体外, 而不会将其储存为脂肪, 因此不必担心体重的问题。 尽管去摄取优质的油脂, 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油脂的质量。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油脂可以分为优质和劣质两类。 摄入过多劣质的油脂会导致肠道内有害菌的增加, 从而破坏肠道的环境。 如果希望实现同体代谢, 就必须选择优质的油脂。 接下来, 我将详细阐述什么是优质油脂。 前面提到的优质油脂包括, Omega-3和Omega-9两类脂肪酸。 油脂根据所含脂肪酸的不同, 主要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主要存在于黄油和猪油等动物性固体脂肪中, 而不饱和脂肪酸则分为, Omega-3、Omega-6和Omega-93类液态油脂。 在这些脂肪酸中, 尤其推荐摄取的是Omega-3和Omega-9, 以及适量的饱和脂肪酸。 富含Omega-3的油脂, 包括亚麻子油、紫苏油、 沙丁鱼和青鱼等青鱼。 而Omega-9的代表则是橄榄油。 由于Omega-3脂肪酸容易氧化, 因此不适合加热使用。 鱼类如果需要加热, 建议选择炖或蒸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 避免高温油炸。 相反,过量摄入Omega-6脂肪酸对健康十分不利。 Omega-6的常见来源包括色拉油和芝麻油等。 此外,反式脂肪酸也是劣质油脂的代表, 如人造黄油和起酥油。 这些油脂通常用于制作面包、蛋糕和油炸食品中。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摄取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在进入人体后, 会嵌入细胞膜,干扰细胞膜的正常功能, 进而影响到身体和大脑的健康。 反式脂肪酸会在体内产生活性氧, 引发炎症和细胞的氧化, 增加胰岛素抵抗, 提升坏的胆固醇LDL并降低好的胆固醇HDL, 从而加速动脉硬化。 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引发糖尿病和动脉硬化, 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 因此,务必尽量避免摄取这种最不健康的脂肪酸。 为了保护细胞和血液, 防止大脑功能下降和生活习惯病的发生, 我们应该积极摄取优质油脂。 那么,为什么摄取优质油脂 能够维持头脑和身体的健康呢? 这是因为, 优质油脂能到达肠道, 被肠道菌群分解为短链脂肪酸。 而短链脂肪酸是铜体的原料。 摄取优质油脂有助于增加体内和大脑中的铜体, 再结合糖质限制。 我们可以转变为依赖铜体作为能源的代谢体质。 除了促进铜体代谢, 优质油脂还能生成钉酸。 钉酸有助于保护肠道粘膜, 抑制炎症并提高免疫力。 当肠道粘膜健康时, 肠道内有异菌群会占据主导地位。 形成良性的循环, 进一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 最终实现更健康的身体状态。 此外, 摄取优质油脂的时间也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 早晨摄取优质油脂能够激活大脑, 提高一天的工作效率。 作者推荐的适合早晨摄取的优质油脂 包括MCT油、 草丝黄油和特级初榨橄榄油等。 MCT油是从椰子油或棕榈油中提取的中链脂肪酸。 而草丝黄油则是由以草为食的奶牛的牛奶所制成的。 主要还有短链脂肪酸。 无论是哪种油, 最终都会在肠道或肝脏中转化为短链脂肪酸。 正如前面提到的, 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保护肠壁内的肠道菌群和肠黏膜, 还能迅速进入大脑, 作为大脑的能量来源。 因此, 适合大脑能量的脂肪酸就是短链脂肪酸。 而能够转化为短链脂肪酸的油, 被视为非常优质的油。 上面我们详细讲解了脂肪。 接下来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被称为三大营养素。 即使您对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对蛋白质的理解不足的话, 健康状况也难以得到改善。 本书中提到的优质蛋白质标准是蛋白质评分, 类似的还有氨基酸评分。 但蛋白质评分是更为严格的标准。 关于蛋白质评分, 获得满分的食物只有两种。 这两种食物是鸡蛋和咸。 因此,作者特别推荐鸡蛋和咸作为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当然,还有其他高蛋白质评分的食材, 如牛肉、羊肉、青鱼和秋刀鱼等。 作者也建议您尝试, 如草丝牛肉等营养平衡较好的食材, 灵活摄取各种蛋白质来源。 但特别推荐的还是鸡蛋和咸。 正如之前提到的, 我们应当摄取优质的脂肪。 因此,选择蛋白质来源时, 不必刻意避开脂肪含量较高的食材。 介绍爱好者往往会避开脂肪, 偏爱鸡胸肉。 但如前所述, 我们的身体会将多余的油脂排除。 因此,并不需要过度避开脂肪。 在氨基酸的平衡方面, 肌肉并不占优势。 除非您特别喜欢吃鸡肉, 否则其他肉类也同样适合。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